病毒来了 由海绵实验室策划主编 世界各地十几位主创老师编辑创作 中国美术学院插画老师绘画 37位华裔儿童 录制完成音频的中文工艺小书 本书收录了十篇不同主题的创作小诗和短文 从新冠疫情涉及的日常生活 方方面面入手 通过孩子的视角讲述 感受着他们眼中特殊的2020年 作者 黄敬 方颖 李延龄 张静怡 王军丽 梁国平 策划 责任编辑 张静怡 编辑教队 张静怡 李延龄 封面及插画 金信家 设计排版 詹妮 朗宋指导 张吉娜 视频制作 李新科 海绵实验室 微信公众平台 海绵实验室网站 海绵实验室 Facebook平台 2020年 注定很特别 全世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事 悲剧 喜剧 还有闹剧 而我们 只能待在家 只能上网课 不能和自己的小伙伴玩 海绵实验室 组建了一支 由海内外老师 家长和插画师 在内的跨国工艺创作团队 历史三个多月 十篇不同主题的原创故事 为海外华裔儿童 讲一个发生在特殊的2020年不平凡的故事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中 我们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相通的 又都是不同的 这本童书的民族珍贵之处 在于它说出了疫情中 来自每个人的声音 有老师 爸爸 妈妈 想告诉大家的疫情故事 也有我们 想对你们诉说的疫情故事 也许 这些故事合起来 才是这个暂时生病了的世界 真正想要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也许 世界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 我们可以一起 我们可以一起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